好了 今集厲害了 賀去老美國慶 中共國的國慶 在中共國的國慶前夕 第一個話題就是說這件事 北京詐現三大鬼異現象 有些鬼像有鬼 你唐厲害了 哪三大呢 待會馬上告訴大家 第二個話題就是 美國發稿就賀這個中共國的國慶 關鍵字眼是有警棍的 什麼關鍵字眼 什麼警棍呢 一會馬上告訴大家 第三話題都跟煙花有關 中共國的國慶有關 特衰政府今年就復辦 四年之後沒有放煙花四年 就復辦十一煙花會煙 但是往績顯示 今年如果復辦的話 之後香港就一定出事 還是很可能很大領落的事 天顯啊 馬上來了 各位 好了 又提提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看youtube的時候 一路按這個superfans 就可以幫到小弟的了 另外呢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看youtube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google search 這個852號報 patreon 852號報 patreon patreon 去做訂戶 或者 逐訂回 明天開始 但凡是越初 就會不見了一堆 即是訂戶的 現有訂戶的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罵一罵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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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索性 自己用另一張卡 去再訂回 也都可以的 總之就 勞煩大家了 好了 各位 中共很流行 白事當紅事這樣搞 即是所謂喪事起辦 大家在這個武漢肺炎 大災難那裏都看到的了 上海都不知道死亡都有人 封實了 是嗎 殯儀館做生意做不切 這個應該是公開秘密 喪事起辦 白事當紅事這樣搞 又很流行 但是 原來真的會有暴影 再現眼部 現在紅事變白事 起事就當喪事 變了喪事 死了嗎 話說 早兩天 中共在北京舉辦 建立政權 74週年 即是中共國慶 的招待會 殊不知 不招有自可 一招就招到羅 發出了陣陣的糯微 被人聞到很大陣的糯微 就看到了三大鬼異現象 各位 第一個 鬼異現象就是 這個招待會 是由國務院主辦 歷年 都是由國務院主辦的 應該一個主人家 就是國務院總理 主人家 是他主場 一直以來 除了逢五 逢十的國慶 由國家主席說之外 大部分時間 都是由國務院總理 去說的 應該是由李強說 今年是74週年 明年才可能 給你 習近平說 他是李強說 但是李強不能說 不能支持 不能按慣例支持 而支持那個 就是 習大大 坐來都傻 由他講完 由他訓話 這就做一次證明 李強不是坐第二把交椅 也是坐第一把 昂交椅 是 真是 唉 這個真是 碰小椅都不如 小三都不如 臭四 只是 是 而第二個 鬼異現象就是 以往這類招待會 又是 按慣例 都是由總書記 率領政治局常委 六個也好 八個也好 就入場 然後才輪到 那二十多個政治局委員 接著那百多二百個中央委員 接著那百多二百個中央後補委員 那 如貫入場 這樣 但是這次就不同了 這次就是習近平率領一眾政治局常委 和委員 那十幾二十條 二十幾三十條廢材 一起入場 那習近平這樣做 主要作用 主要目的 就是要 毅化 另外六個政治局常委的地位 就是 將他們等同政治局委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而習近平 之所以要毅化他們的目的 自然就是 令到自己 顯得更加高 是不是 你毅化了 我就更加高 呈現就好像 宇宙最強身高 五隻四寸 的恩子丹 那樣 他刻意找到疑似諸如曾智偉 黃祖南 幫著他出場 那他就演得自己 真是很高 整個姚明 這樣 是不是 唉 唉 至於第三個意象 就是 那他為何要演得自己 心虛 他不是大家演得那麼厲害 他心虛要做很多這些無謂的事情 小可惡的事情才行 至於第三個意象就是 第三個詭異現象就是 雖然無法當外交部長 但是依然 還是國務委員的副國級領導人 阿秦剛呢 和另一個副國級領導人 國務委員 兼且現在還掛名 都叫做國防部長的李尚福呢 就繼續被消失 他有份出來 沒理由 大哥是副國級領導人 那這兩件蛋 漫傘自然是等候皇上發落 不過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得良上所謂這個 國慶招待會 一來就進一步證實 他們肯定屎牙 二來就更加反映出 習近平笨 不是喜歡怎麼做 就可以隨便怎麼做的 不是 大家想得他這麼厲害的 更何況 習近平已經得罪滿朝文武百官 那就是說 習近平的施政肯定只會 更加綁手綁腳 做不到事情 更加政令不出中南海 不只政令不出中南海 政令不出辦公室刑台 真可憐 好像江水王 被慈禧軟禁 他現在自愛軟禁了 總之簡單總結 那就是說 習近平表面上是一言二位 天下法 但是實際上他就是 廟街香爐 人人插 即是他表面上好像很威猛 其實好像廟街 廟門口那個香爐 阿水都可以插幾東西的 插之香爐就插它 就是那種 表面上是 一言二位 天下法 實際上是 廟街香爐 人人插 好 第二個話題 就是 美國發稿 賀中共國慶 關鍵字眼有景觀 最近啟動這個 Music Diplomacy 音樂外交 即是布林肯 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看這個 X 以前叫做Twitter 看的片 他唱歌 彈結他都挺厲害的 令我想起 胡蘇貞 夾Bang的 胡蘇貞 曾俊華 原來那些美國仔 都是喜歡這樣 他不惜有點像貓王 布林肯 總之最近啟動這個 Music Diplomacy 音樂外交 他對沖 這個Wolf Warrior Diplomacy 戰狼外交的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他就按慣例發稿 祝賀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 不過 深水星的朋友 一看 就知道 其中一個關鍵字眼 是有景觀的 什麼關鍵字眼呢 馬上告訴大家 不過先說 今年份賀稿 第一段是怎麼說 第一段是這麼說的 布林肯說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congratulate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4th National Day on 1st of October 布林肯 即是說 我代表 美利堅合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立國日 七十四周年 之宅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敵人民 人民 人民 表示祝賀 認識聽的朋友肯定可以聽得出 布林肯並不是祝賀中共 並不是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祝賀這個地方的人民 這一點可以說是拜登政府的一貫立場 因為布林肯在過去三年同樣的賀稿裏面 有三份的出國 他是2021年1月才做的 才做國務卿的 出了三份的國慶賀稿 所謂中共國的國慶賀稿 在三份賀稿裏面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這樣強調的 不過去年不同的是什麼呢 去年那份賀稿的第一段是這樣說的 布林肯說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3r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ay I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 of China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布林肯即是說 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 日七十三週年 我代表美利堅合中國 向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 自足和 即是說去年是強調中國人民 而今年是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 即是說去年美國政府 還是將中國和中共一分為二 意味去年的情況 意味著他們的意思就是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中國不等於中共 中共 中國人民是好的 中共是差的 即是那種 即是還是撐到行 但今年呢 就二合為一 都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雖然不是說中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背後呢 還有一個意思的 還有另一個中國 那個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意思 有機會再和大家拆 這個 但今年呢 起碼都是二合為一 都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 賀他們的 雖然是賀人民 不是賀政權 但是怎麼都可以 側面反映出呢 美中關係 總算是緩和了一點的 那也就是說呢 習近平今年 十一月去三藩市 出席APEX峰會 這堂事呢 即是到時和拜登 舉行美中元首會談 這堂事呢 其實可以說已經 社在場上的了 沒得不去的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小弟兄 和大家講了兩三次的了 去硬的 好了 沒得不去呀 真是 好 第三個話題就是 特需政府今年 就服辦十一煙花會演 但是往績顯示呢 就很大機會會出事 怎麼這麼說呢 就是種種即場顯示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 就是操縱之後 就是做了總書記之後呢 香港搞什麼 中共國慶 演化會演呢 都很大機會出事 都是出了事的 一定出事 好似真是天顯那樣的 真是認真大吉利是 真的 那首先 2012年12月1日 就是習近平 黃袍加身的前夕 他11月黃袍加身嘛 那12月呢 就爆出 震驚世界的 南亞海南 真是可憐 有些人還說呢 這個都象徵著 李嘉誠 李嘉之成呢 就宣布落幕後 好了 那之後那兩年 即2013年和2014年呢 都停辦了中共國的 國慶煙花會演的 好了 去到2015年就復辦了 你不扮猶子 一扮又出事了 隨即就爆出銅鑼灣書店事件 然後又爆出魚蛋革命了 銅鑼灣書店事件 就是你習近平自己搞出來的 因為有本書爆你那些壞東西嘛 爆你玩多少女人嘛 諸如此類的那樣 但是魚蛋革命呢 就是你逼出來的 六八九一直逼逼逼逼 自己港獨支付制造了很多港獨出來 就是這樣 好了 2016年 十月一號 放完煙花之後的十一日 這次真是認棍到不肯 就爆出梁仲幸 游偉禎的宣誓風暴 好 長話短說 去到2017年十月一號 放完煙花之後 無奈呢 就爆出周庭堯從嚴的DQ風暴 跟著第二年的年初 梁天琦 就被重判六年監禁 那就激化了抗爭者的反抗意志 至於2018年十月一號 放完煙花之後 雖然香港社會 沒有出現即時的很大反應 但是 在2019年情人節前夕 就是2019年2月13日 當時的保安局局長 John Lee 李家超 李家超就宣佈 提交這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這樣就 立刻引發了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而集中之後還竟然推出 自香港駱於死地的港版國安法 唉 而跟著那四年 即是2019 2020 2021 2022 都沒有十一煙花會議 那屈指一算呢 大家有數得計 即是說 習近平做總書記這十年 過去那十年 香港只是放過四次十一煙花 但是 放一次就碎一次 今年竟然夠膽死復辦 之後的香港 看來又會碎多一次的 唉 總之 現在香港的問題 正如南宋慈人 新氣質所說的 是什麼呢 正是 更能消 既翻風雨 斜陽正在 煙柳斷腸處 好一句更能消 既翻風雨 斜陽正在 煙柳斷腸處 好啦 今集就說到這裏 總之 很希望大家 可以Google搜尋 一個八五遊報 在Patreon 在那裏做 訂戶或續訂回來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去繼續堅持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